在观赏水族的发展上 新品种的开发与改良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若没有自己的特殊品系 是很难在国际上脱颖而出 借由农业创新育成中心的育成计划 经由水产事业所辅导的台湾在地企业 目前已在世界各地展露光芒 我们大概是在1984年 大概30年前成立观赏鱼的繁殖场 因为我们发现说 基因转直向的科技 可以来改变观赏鱼的颜色 所以就跟我们国内的学院单位 包括水产事业所 我们基转这一些基因转直的技术 我们把外源的基因导入 这些观赏鱼的受尖卵 让它可以产生独特的颜色跟盈光 利用现有传统的观赏鱼轴 使用生物技术 将汇发光的荧光基因 转直到观赏鱼上 研发出汇发量的新品种 我们是大概有两种基础 一种就是说在受尖卵的时候 把外源的基因 汇发原光的基因 把它转直到受尖卵 另外一种基础就是说 我们是先在鱼的生枝槽 先把它转直进去这个外源的基因 然后让这个种与它自己去交配 那将它生下来的小贝比 就有一定的比率会发盈光 现在我们公司目前 研发成功的盈光鱼有 粉红天使 绿天使 粉红公主 水蜜桃公主 绿王子 还有天王 我们这种方式是直接在这个 它的种椅上面就直接操作 不需要人工方式 只有我们电窗口方式 那电窗口方式是我们把它改进了 改了一些方法让这个业者容易操作 所以那些改善的方式 我们把它申请来专利 然后也计算给这个业者去使用 随之所的育成中心 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20家的厂商建筑过 主要我们是协助他们在做水产生物换养殖 观赏鱼的换养殖 以及一些水产加工 藻类加工的一些利用 以及生物技术 希望借有这样子的一个协助 让他们能够利用我们的设备 空间场域 来加速他们产品的一个开发 透过水产试验所的协助 业者不论在种鱼的照顾 繁养殖的技术 转值鱼卵的取得等各项成果 更是领先全球 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 成立基因转值的研究部门 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陆续续研发成功 很多全球首例的雁光鱼 包括全红的粉红色的天使鱼 那在我们业界就引起一阵的风动 观赏鱼产业更加的感觉 就是一般的养殖业 我们希望能够突破这样子的思维 我们除了可以供应全球超过500种的 高品质的观赏鱼一下之外 在技术方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创新与突破 FluorescentFish is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science and art aesthetics and we would like to share it Gilin is open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artnerships to introduce the FluorescentFish exhibits to public and private events conferences or as part of interior design across the globe we're also proud to announce that the first public exhibition center of the FluorescentFish will open later next year after the grand opening of our boutique hotel is also offering facilities for business meetings professional events and special occasions with Baroque style interior professional catering and accommodation 修行庄园将结合观赏鱼 和我们所研发的全球首例的影光鱼 以及CNN票选的世界十五大气径的蓝眼泪 所以民众来到这 能体验截然不同的一个修气场所 器眼将生物科技及养殖鱼业做结合 成功创造多项全球世界 首例的新品种 透过水柴实验所育成中心的协助 带领业者成功升级与转型 让国际看见台湾观赏鱼产业 惊人的软实力 台湾观赏鱼产业 享运国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